大家好,我是杰西 我工作以来一直使用Python 对Torado有所设立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Torado的入门教程 Torado入门教程的学习目标是 掌握ToradoWeb框架,学会制作网站 使用的对象是有一定Python基础的学员 希望大家对Python的模块、类、方法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课程的录制环境主要是Ubento Python 2.6, IDE用的是PyCharm 我们知道Python的Web框架有很多 像Jungle, Flask, Pyramid等等 都是比较流行的框架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习Torado呢 Torado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自身实现了 HTTP Server,EQIO,并且是一个轻量级的框架 思考一下,我们启动一个Web网站需要哪些部件呢?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HTTP Server去接受HTTP请求 回写网站后台生成的Response内容 对Torado以外的框架来说 一般部署都是依靠阿巴奇这样的HTTP服务软件 而对Torado来说,一般则是调用Torado自带的HTTP Server和IoLoop Torado也可以像其他的框架一样通过WSGI的方式来调用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将在后面的部署环节详细介绍 第二步呢,就是需要处理HTTP请求 返回特定的HTTP Response页面 在Torado中对应的一方法是 Torado.web.request.handler 有了这两样东西,我们已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个基本的页面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Torado是一个轻量级的框架 所以它不会给我们生成特别多的框架代码 当然我们都可以拷配一些代码来自己填充 启动一个HTTP Server的话分为这几个步骤 第一,实力化一个HTTP对象 那么我们的HTTP Server需要知道怎么样去handle这个request 那么我们把handle request的这个方法传进去 然后实力化出来的这个HTTP Server 一省一个端口 比如说8888 然后启动一个Torado的事件循环 开始监听 那么我们的handle request里面填充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现在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就随便写一些东西在里面 OK,我们运行一下看 这个显示的效果是怎么样 好,我们看到了 我们访问本机的8888端口 看到的就是hello 我们刚才写进的message 稍微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其他还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hud 然后有个body 那么看到body里面的内容就是hello 这样可以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反围回去的东西 具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那么一个最简单的Torado的web服务就是这样的 继续扩展刚才那个最简单的web service的话 第三步就是需要定义URL议设 也就是说我们访问不同的URL 后台会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URL的请求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在这里直接展示了一个跟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的效果 但是实现的方法不一样的一端代码 我们运行一下 刷新 可以看到的仍然是打印一个hello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刚才那个例子 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Torado里面的URL映射是 必须放在Torado.web.application里面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加入更多的URL映射 URL映射在Torado.web.application里面表现为一个list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我们的URL映射里面定义了写杠 也就是相当于88888 后面没有加任何的东西 和Login 那现在我们的写杠和Login 都是由HomePandle来处理的 所以它显示的都是hello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呢 404Nodefund 我们可以看到Torado后台并没有崩溃 只是有一个Warning Torado.access404.get Login 404Nodefund的Error 是Torado框架在Handler的数字里面 没有匹配到相应的URL 自动打印的一个错误 对这个错误我们可能想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可能不想要打印出错信息 而是直接调整到另一个页面 那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匹配规则补充完整 这里加上斜杠点心 意思就是说斜杠后面接任意字不串 到最后全部都由HomePandless来处理 我们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 刚才处理不了的URL 现在已经被HomePandless处理了 也就是打印了hello 但是这样写的话 会给阅读代码的人造成一个混淆 既然写杠都可以被HomePandless处理 为什么还要再添加一个写杠点心呢 我们把这条代码写得更明确一些 表示说我们正儿八经的HomePage 是写杠印识到的URL 而不是说写杠点心匹配到的 那我们就需要在这里明确的表达 写杠点心匹配到 这个我们是做一个Redirect 我们可以看到Redirect已经生效了 这样的Redirect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写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一种比较简洁的衣服 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写法 是一种比较简洁的衣服 效果是一样的 自动跳转是一种情况 但是有一些情况下后台已经处理不了了 必须终止并且给用户提示 那么我们可以给用户一个自定义的错误 我们可以给用户提示 HGDP Error里面的Status Code的话 是HGDP协议状态码 常用的状态码有200 表示服务器成功返回网页 404请求的网页不可用 500表示服务器内部错误 Log Message简单是后台打印的错误 这样我们的Web Service就返回给了用户 我们自定义的一端信息 在这里我们的Home Handler 只是给用户显示一个字不串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显示一个真实的页面 该怎么做呢 我这里有一些一个简单Blog的素材 就比如说我的Home Handler需要让用户去登录 那么我们把这个Login.html展示给用户 想要让Tolado展示HTML页面给用户 第一步就是需要让Tolado能够识别HTML到底在哪里 我们调整到Tolado.web.application里面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写实的图串 包括Static Path Autumn Loaded Path 等等 Template 其实Tolado已经设定好了 它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些路径 所以我们只需要往里面填写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往里面传一个参数 这里OS没有Deport 所以它在ID里面写实是红色的 它在这里就是说取得本文件当前的文件夹目录 然后与Tablets做一个结合 也就是这个目录 哦 对 同樣呢我們也設定好我們SkyD的模擬 像它作為一個戰術傳給vacation的初始化方法 點擊我們的login.html 看到裡面都是一些模板語言 那麼這提醒我們一件事情就是 模板語言裡面有一些變量我們可能需要去給它指定 好我們看一下login.html extend base.html 我們看一下base 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幾個變量 一個是blog.title 另外一個是error 那麼我們分別在我們的代碼裡面去給它指定 blog.title是在 handlers.setting上面去取到的 所以應該是定義在這裡 barrow的話是直接兩個大括號 那直接給它指定就可以了 好我們重新啟動一下 好我們重新啟動一下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模板就已經被顯示出來了 我們注意觀察一下 我們點擊summit query 跟點擊sum in 所報的措施不一樣的 大家應該記得我們剛才在 我們剛才在 url映射的 宿主裡面 把所有的url都映射到了 那為什麼 在submit query這裡 沒有映射到我們那個方法呢 這是因為表單的 submit 自動trigger的是 host的方法 那麼我們來加一個方法來處理一下 這個host的request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ost request的方法呢 是auth log in 那我們在這裡加一個映射 比如說 我們這個處理的 攤子的這個裝攤子 我們在裡面定義一個 post的方法 反而一個自定義的錯誤 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看到我们自定义的错误就显示出来 就说明这个request被后台的方法处理了 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HGDP request 在后台是被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的 这一点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 到现在我们的程序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显示一个静态业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知识笔 展示一个静态页面的步骤 主要是首先启动一个HTTP server 对应的代码是启动tornado.http server Listen一个端口启动IO路口事件循环 创建request handle的处理HTTP请求 在tornado.web.application里面定义URL映射 用对应的方法去处理对应的HTTP request 处理错误请求 通过传仓给application出色化方法 设定对应的HTML文件所在路径 这里涉及到的知识点毕竟有限 如果大家想深入的学习 这里有一个网址可以去看一下文档 另外大家还可以去看一下tornado原码里面的例子 tornado是一个开源项目的原码 也放在gethub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demos 我们用的HTML素材也是在block里面 希望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去写一个静态的页面 接下来的课程我们会继续介绍 tornado相关的基础概念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